三個中產黨 每次發生嚴重的政治事件或衝突 總會聽到坊間有些人說 通常不是我的朋友 我認識的朋友的朋友 通常都是這樣 不行了,搞不定了 要移民,要認真心去思考移民 其實這真是很符合我們節目的話題 作為中產,當然要思考移民的東西 而在在已經有兩位,可能已經移民了 不如移民,即將移民 我沒有的 當然,因為階級不同 不如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說說移民這件事 但有一個挺吊詭的東西 我有一個朋友在Facebook上留言 我們看到兩個星期之內 一次100萬的信民是一條數 第二次200萬 那麼多年輕人出來 201萬 其實原本在想移民的人 是否忽然覺得香港很有希望 不應該走 如果想這些的,一定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想法就是 喂大哥,應該有200萬人頂住 也是時候搞移民 應該還說得差不多 應該是這樣想的 那你怎樣看移民 先走 這是最早移民的 這是專家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 我覺得無論如何 如果你移民不是太損害到你太大利益的時候 你始終拿多一個身份 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處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最絕的例子 那個人是一個大陸人 他來了香港 他竟然還拿出大陸身份證 因為大陸身份證都有很多好處 於是他竟然還拿出大陸身份證 一個這樣的個案子 你要拿出身份證 你多一個身份 如果身份不像你那樣 美國 移民美國案是很有暴露的 因為美國環球性抽稅 你不可以當民了你那個 你不要當民了你那個 稅是很嚴重的 所以移民美國 除非你是真的一個無產階級 你整個水喉 去到美國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如果要整個水喉 整個廁所都很棒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在稅務方面 就會很擔心那件事 或者你有錢到完全不計較 又或者窮到不用清酒水喉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有問題 那樣東西 但是 你會說加拿大怎麼辦 因為加拿大可能是居住 所以你可以不抽加拿大稅 即是說我現在 我的戶口 但是你還未說移民的代價 以前要坐移民監 移民監不是一個很大的代價嗎 所以說要付出的代價 當時我坐移民監的時候 就是我決定全心做一個 全職作家的時候 實在太好了 於是我的移民 即是等於不用本 我反正做全職作家 於是我就很開心 就寫專欄 出書 那我就過了 而且還可以靜心一點 但是有個問題 你當時是發財 或是發財了沒有 當時是沒有錢的 是沒有錢的 但我反正當作家 於是我就沒有機會成本 於是你去到我便很著手 但是到最後 原來我發現做作家 原來我的天分是很低的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能夠 因為你做作家 你如果寫專欄 你一定要跟市場息息相關 如果不是你沒有辦法能夠做 你沒有辦法做多 你唯有寫小說 寫離地的東西 如果寫小說不行的時候 你就已經整件事崩潰了 就做黑衣 是的 所以就迫著要回來 因為是天分問題 現在當然如果是移民的話 我就天天好像很毒地在炒股票 可能能夠生存到 但是當時是不行 所以移民的時候 你就牽涉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存能力都不同 如果你是生存能力 你是IT奇才來的 你去到哪裡都沒有所謂 那你又不同 那個狀況是不同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做IBM IBM幫人problem solving 你根本上你在哪裡都可以 或者如果你已經在外國長大 你有外國的link 你會好很多 如果你沒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你就要想你犧牲了幾年 你值不值得 當然一個男人最好的時候 如果你賺到錢 最好就是有你沒有 你先送了家人去 然後自己在香港無法無天 那當然是最好 我講一講我身邊的家庭 三、四十歲的情況 第一件事就是我身邊沒有人 現在打算移民 就算他有條件都不移民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一移那些就一早移民了 可能小時候已經去讀書 移民就移民了 現在我身邊的人就算有條件 都不移民 沒有條件就不需要說 香港人其實 現在可能越來越多年輕人會這樣 但是我們那一輩子 經常都見我們父母移民的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你去過那裏 你可能有一定的資產 起碼你不優茶優米 你那一邊 你去過一些很悶 但算是一個安逸的生活 然後他們就會計算 要過這些很悶的安逸的移民生活 成本都很高 我現在還有沒有足夠的錢去做這件事 這是提起一個阻力 第二個阻力是甚麼呢 就是我經常都說 以前的香港人 可能50歲已經找到 一生人找夠的錢 40歲就是他們已經經濟 或者高峰 他們會覺得去到差不多 提早一點移民 沒有問題 但是我這一輩30、40歲的人 我們經歷過SARS 我們經歷過剛剛畢業的時候 可能是SARS 或者再遲少許金融海嘯 即是你浪費或者初途一大段時間 你去到40歲 其實就是剛剛你的事被非 你如果是80年代、90年代 他就已經去到巔峰 即是我們剛剛起飛的時候 你當然是不捨得走 因為你是想賺回你過去初途了那10年的錢 所以就算現在香港怎樣失敗 我所有的朋友 只要他不是小時候至少已經移民 沒有人肯走 你現在當然有這麼多錢 納這麼多錢 可能納到50歲才走 跟以前那種80、90年代 我們40多歲 你覺得沒關係 我可能50歲退休 早五年走 沒有問題 概念已經完全換了 你的朋友 我想問一下 你的朋友年輕 我多數會 單身的多還是結婚? 很多都結婚了 有子女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想著移民 有子女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有子女 你很小時候送到外國讀書 你已經不用休了 因為他其實在那裡 很容易 那就是他自己的選擇 所以根本上那個問題 你不需要選擇 你不需要為了下一代 去移民 即是不必要的 因為其實下一代你送到外國讀書的話 你已經等於有了一個這樣的身份 已經有了一個這樣的身份 因為他只要讀了書 然後讀完大學畢業出來 然後去居留找工作 其實跟當地人分別不大 一個問題的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你單身 或者跟原本拍了很久拖 分開了 或者你剛離婚的話 因為其中一個很大的考慮 就是我們過到去 因為港南 不是那麼容易認識到女生 不是嗎 是的 不是那麼容易認識到港女 有多少港女 港女是會少的 鬼妹也不侵你玩 鬼妹也不侵你玩 鬼妹不喜歡亞洲人的 那個梯隊就是 黑人就容易找到 白型的女生 白人就可以找到亞洲的女生 亞洲人 什麼都找不到 相對比較難 這是一個定律 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在外國工作 都是認識到 認識到亞洲人 其實也不少 因為現在有很多亞洲的移民 你認識亞洲人 不用一定說 對 因為你不是在亞洲 亞洲人 其實很多人都移民了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在外國都是娶了這些 反而很少娶貴妹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三四十歲 如果現在有子女 都是小學 你都未去到 通常我們覺得 送子女去外國 讀書就去到中三 或者中五時間 這件事未考慮 亦都可能是不移民的一個元素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單身問題 你們那時候很小 雖然我都不認識過 但我經常都說香港的前途 在1982年 1984年1997年已經決定了 你只要想像一下 你可以想像到 1982年 或者1984年的中國 是幾恐怖的 會是 OK 即是大家那時候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今天的中國 已經比那時候的中國 是好很多的了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不計算 那時候住 即是一個down side 你看到最大 除非你真的覺得 你不會怕枝爆 如果假設不發生枝爆的時候 大家說中國推來推去 去拘捕人 所有的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 即是如果你循規道舉的話 你不去做一些政治性的事的話 當然我都認為 國法治是很低 但問題是 都未至於低到 如果你在一些大城市 因為如果你去到 你去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是很嚴重的 即是你去到新疆就更加嚴重 你去到上海 北京 天文下的時候 你不會 後果不會很嚴重 當然你沒有香港那麼好 但問題是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你不熟悉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狀況 不是說不低 而是說他那個低的程度 你能夠接受到的程度 至少很多香港的本土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有一個上一輩的經驗 是啊 那時候就怕共產黨就走了 你見到那時候又是回來了 而且還是很窮的回來了 還沒了錢 變了回來了 你又要重新浪費了 十年重新建立 反而在香港變成二等公民 因為你的錢沒有了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叔叔 你四千萬樓 你九十年代 那時候賣的房子 蔡西紅賣了四百萬 賣了四百萬 回到現在你唯有租 蔡西紅那時候 他的房子現在是值五千萬 然後他現在就住了四百尺 租了四百尺 很多人在那裏走了之後回來 變得很後悔 香港始終有福利 就算今時今日多麼 令到你很悲哀 很痛苦 好什麼事 但是問題就是 你走了之後去回來 就是最好有能力 香港留一塊房子 然後過到去都還夠錢 在那邊 那你想想有些這樣的人 不是就是起碼都要七十頭 即是七十後的頭 或者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才行 那不會是我這個年紀 我這個年紀就是 你無論香港怎樣都好 你都起碼都要掘多十年前 就是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所謂的移民這個命題 在我身邊的人來說 最低限度 真的近乎是沒有的 或者一早已經移走 我講一講 我移民頭三個月之後的感覺 頭三個月的感覺 因為前幾天我先講 你移民最大話是怎樣 我是一個人 如果移民的時候 你過了一個月的日子 過得很晚 但是你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三個月好像過了三天 其實就好像坐牢 即是移民家 你沒有佔到你人生的記憶 即是說你完全過一度 因為十年余一日的時候 你就沒有佔到你記憶 比如說你現在去到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不要說花花世界線 你大家去遊行一下 一堆朋友去遊行 然後就說什麼 你去到那裡的時候 原來你是一百年如一日 你完全沒有佔到你任何的記憶 你過一種這樣的生活 寧願你過一些你可能很不開心 然後又這樣又那樣又那樣 究竟是什麼生活 這個是我回來後來 我頂不相信移民回來的最大原因 原來是千年如一日 寫了每一天就這樣 最開心的就是有人在 外地過來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那時未有互聯網 會不會有互聯網這件事又不同了 可能會 我不排除 但是那時我已經看了香港的所有報紙 大家很懷念 很懷念 如果你可能你做一個 你在香港又那麼獨 在外地又那麼獨 我現在都經常都說 現在香港那些政治網台 媒體 最忠實的消費者 一定不是香港 是沒錯 不是外國的 你香港那麼忙 你哪有空理這些政治的事 就是你在外國有空 你才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拆掉 沒錯 就是人緣絕有 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叫我讀很多書 就是那邊的大學畢業 那邊我的工作 那邊有那邊的朋友 但是我也是忍不住回來 香港一半時間 這幾年 真的佔了很多記憶體 那邊是有我自己的朋友 有我自己的社交生活 就是有 你住一間屋又很大 在香港的家人來說 在那裡算是很小 千多呎那裡很小 因為我住了大不佔當 住了大就收到人了 只能夠住千多呎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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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住千多呎的地方 讓自己不是太辛苦 實在是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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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一半年放在那裡 刺掉它 就是這樣 但是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是理解到 尤其是你 有一點點 你不是說都用紅心壯志 但是不想在那裡 一早就好像定殺 接下來的十幾十年都是這樣 就很怕 還有最慘的是蓬佩比較 有些人留在香港 發展得好過你 快過你 令你更加高興 這些猶豫都是令到 現在香港人說移民 不是老一輩已經收成了 等過世 就是一班不捨得走的人 我這麼說 香港人的悲哀就是 我們沒有前途 因為我們現在條條都死了 這裏又不行 那裏又不行 不是我們以前不同 以前我香港 我賺錢移民 我不知道移民那麼壞 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去到之後 我就覺得 哇 有個美好的天堂走過去 你覺得條條都是生路 你很清晰地明白 今後的路將會怎麼走 但是香港人最悲哀的 就是 我現在這樣 我覺得忙不忙前路 我不知道今後的前路 應該怎麼走才是正確 你可能走不到 至少你有目標 現在是沒有目標 好 這就到這裏 比如說 感谢观看